祝你生日快乐 积极车站欢庆100岁生日 来自全台100位铁道迷和各界嘉宾 其唱生日快乐歌 还排出100字形高举生日快乐字卡 留下历史的画面 我们是从南台湾屏东上来的 祝积极火车站 下一个100年会更好 积极火车加生日快乐 2022年夏逢虎年 有石虎娘家美称的南投积极镇 推出一系列宝玉石虎主题活动 猫虎同科浪浪菊猫龙交散 正式就任猫站长这一天 高雄桥头躺场站猫站长蜜干特地北上 而为他命名的小朋友 全家都来祝贺 石虎是频林绝种的保育类野生动物 那我们全台湾的数量 大概只有500到700只左右 那希望我们农友 尽量少用农药 那另外也不要用老鼠药 更重要的是 大家在容易入杀的路段 尽量可以把它速度减低 这100年来呢 他担负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比如说在运输也好 观光也好 那我在想未来的100年 他这支火车站应该还是会 继续担任他的任务 这场活动很有另外一个意义 呼吁大家 我们以这个领养来代替购买 台湾铁路局也特别发行 限量纪念套票 许多铁道迷从前一天 就来排队抢头箱 我们就为了去买这个套票呢 跟他说生日快乐这样 那我昨天凌晨就来了 为了庆祝这个活动 我们铁路局也另外发售 1000套的那个套票 结合地方 及地方文化的色彩 还有观光 还有产业 轨道运输 绿色隧道一起配合 我相信这次活动会办得 非常有精彩 接下来呢 我们还有我们持续在铁道仓库 进行的这个铁道百年的展览 会到我们的这个三月底 另外呢 我们1月15 到5月28 这是我们积极的这个 今年的这个花灯 我们今年的灯会 积极车站 百年来都是当地重要的运输铁道 遭遇921地震时损坏 在各方协助下重建 并转型为台湾著名的观光铁道之一 正公所举办庆祝活动 除了纪念 也希望迎接更好的下一个百年 新唐人雅海电视 肖正中林佩云 台湾南投采访报道